宁莎滚滚的土石榴画面 或者是水淹及稀的状况 这对于台东人来说好熟悉 这样的说法或许残忍又现实 但有谁知道台东人的心情又是如何 一掌饶庆林苦民所苦 从三个月前的宁波特风灾摧残台东 到现在的好雨不断 一掌饶庆林担心在10月9号上午 与议员陈志峰林从汉林秀信等人 共同来到台东的林肖宝殿 用行动为台东民众祈福 5 3.5 4.5 台东自从7月 尼伯特风灾到现在 连续将近三个月 我们的人民跟土地都没有办法得到休息 接连的风灾地震 还有许多的灾难 其实让台东的人民跟土地都没有办法得到喘息 静您在这里跟几位议员同仁我们对于这个现象十分的忧心 也希望我们的众神啊 人在座也需要老天爷帮忙 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同来祈求 希望上天联敏台东能够给台东人民传息 休息的机会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重新站起来 今天非常的开心 也谢谢各位议员同仁好朋友的帮忙 让我们能够在这里 有机会 能够为台东祈福 那我们也希望我们所有台东的乡亲 一定要保持着乐观的信心 因为 只要我们有信心 我们一定能够共同的为这个家乡努力打兵 那在这里也请所有的朋友一定要注意 因为接连的大雨 使山坡的土石非常非常的松散 住在山边或西边河边的朋友 务必要注意 如果可能的话 请尽量在下雨的时候 可以的话尽量远离这个地方 那当然现在在台东 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 那在这里还是要期望大家注意自身的安全 因为各位 大家保重自己 就是为台东保住我们的生命力 谢谢大家 双十廉价 恐怕台东民众没有心情度过 都是在淹水与扫水中来生活 真的期望老天爷聆听到台东人的心声 大家共同祈求能够福祉获止 往后还有更多进行的防洪 以及防水患的工作要持续进行 大家一起来努力 等待宣众部温格在台东市的采访报导 四周旁的知情 多啊 咱们 3周旁的信息 5旁的声音